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校长 我们做错事了 我们承认 这次确实对不起他 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几个人平时在家出门外不管我们 我们实在是饿得没钱吃饭 就管他借点钱 以为认识他会借给我们 结果他不借了 他不借我们就生气了 我们就打了他 我们每一次跟他借钱的时候 都说一定会还给他 还有 那个视频 是他说要报警 说我们抢劫 我们怕坐牢 就拿视频威胁他 您也知道 他舅舅是警察 我们真的害怕 气 什么叫气 就是谢啊 而且我们根本没有拿这么多次 就只有上次 买复习资料那次 还有昨天 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要拿钱 就是刚好碰到他了 然后我们打个招过 可是没想到吵起来了 然后他们也就突然扑过来了 李翰吓一跳 一不小心碰到他摔下流气的 胡说八道 根本这儿不是这样 刘兰 我们是对不起你 我们道歉 但是你也不能恶我们 就站着你舅舅是警察 就欺负我们这些家里条件不好的 有意思吗你 有意思吗 胡说八道 行 都别吵了 你们所说的情况 我也基本了解了 学校调查就到此结束了 幸亏钱不多啊 要不你们可不就麻烦了 刘蕾啊 不管一百还是三百 还都够不上警方的立案标准 你们又都是毕业班的学生吗 闹这一出 多分心思啊 对谁都不理 要不这样 刘蕾 学校呢 给他们三个 结果处分 今天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至于钱 就按理说的三百一 让他们还给你 你妹妹的赔偿问题 我会召集你们家长在一起 协商解决 好吧 是吧 看啊 我上了 没有了 对不起 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对不起刘蕾 刘蕾 你们又都是同学 你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我懂事 他们三个 家里条件确实有困难 但今天是明夜山 也想给佩莉讨歉 是不是 要原谅他们呢 啊